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依照个人在世时所做的善恶 因缘 分别受报 凡是在世恶恨较多 善恨较少的人 针鸭日大殿右侧的高台 名为 叶镜台 台高一丈 镜子有十人圈围之大 向东悬挂 上面打横写着七个字 叶镜台前 无好人 并压附来的多恶恨鬼魂 看见自己在世时心地之奸险 何迹将负地狱受苦的惨状 此时才觉悟到纵使在世有万两的黄金 此刻半两都带不到入去 而一辈子只有罪孽 如影 随形 照过业镜台之后 戒往第二殿 并分发到各地狱受种种苦痛的刑罚 假如有世人不去思考天地新人 父母养育我们身体是非常珍贵 因众如山 父母恩 众生恩 国家恩 三保恩等四恩未报 未奉到勾帖 就擅自轻生 自杀 赏雕 服毒 头水等等 除因忠 孝 哲 折 义的德行 犧牲生命 死后为神之外 假若是因细小的事焚恨 或因犯罪的丑事被发觉 即轻率结束生命 但救其罪并未至死刑的地步 亦有些想嫁祸 加害他人 而弄假成真 轻生气绝的 以上各种自杀者 门神 造神 立即压戒本殿 收入饥饿厂与干壳厂 这些自杀的鬼魂 每逢率害日 完全遇临死时痛苦的情景 一再出现 有些七或十日 有些一两年之后 压戒其云柏 再回到去沉死的地方 受悔恨折磨之苦 并且不准许接受根范 紫白等祭品的祭败 假如自杀的鬼魂自知懺悔 脸心手藏 不言出鬼影未迎来客人 亦不乱寻替死的人 这样 等租去牵连的人 已经脱离牵连的时候 门神 造神 再将此鬼魂压戒到本殿 转发到第二殿 重申考察 教对他的功语过 重重加刑 再令帝交各殿地獄去受苦 假如 曾经生起现营客人 或找寻替死的心 或用这些言语客人诈骗人 虽不至于让人死亡 这样即使在生曾经行诸善事 所有地狱 亦一概不准假面其罪刑 凡是轻生死亡之后 毫不收念鬼影未迎 以至惊吓令人丧命的话 立即命青面獠牙的鬼影 勾到各地獄去受苦 迎罚其满之后 发配入阿秘大地獄 永远用锁链吊扣住 不许超生 凡是出家人 到时收人的钱为人拜仲经探 遗留字据或业卷的 就带来本殿 发进保经所 各个送入内藏经探 黑暗的小房间内 在他所遗留字据的地方 一概都签写明白 保重清楚 这里设有油灯 储存数十斤的油 只用一条细线点住 有时明亮 有时黑暗 不能一口气 就很快地保重远足 如果原本清修的出家人或道士 却生起贪心 网求信众供养 以享受的人 也要在这里保经 一般在家修持的善男信女 他说出家人十分诚心 心口一如地拜念一切经 就佛号 即使有错误遗留 然而重在诚心 而不重在自据 这类诚心修持的人 罚开事不容保经 每月初一 并将其功德记载于善值之中 世间之人 约于每年的二月初一日 向西方智诚感礼拜 将平素念佛 重经持咒 及持戒的功德 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并且发誓精进去修持 尽力地弘扬佛法 利益一切众生 这样 受终之后 立即蒙佛接引 往生极乐 一般人都知道自杀是不对的 但是想不到自杀后要承受的果报 是这么严厉而痛苦 如果每个人在世的时候 都能够听闻到 欲力保抄中所描述的 了解自杀后的真相 相信就没有人会想自杀了 嗯 没错没错 各位需要知道 能够身为人生是非常难得的 正当活着的时候 就应该把握今生的恩怨 多做利益别人的事 并承担和懒悔往式所做的过错 才能够保障自己将来转生善道 这才是最切实际的事 况且 阴诗和厌祸的存在 也是毫不虚假的 现在呢 我就来讲一个 谭虚弩法师亲身经历的故事 你们就知道了 在文国初年 西元1911年 佛教的高僧谭虚弩法师 他年轻的时候 见到邻居在结婚当日 得了药疾传染病死了 感受到人命无常 当日 他回到家就肚痛 隔了一阵就暈死过去 虽然死了 但迷迷糊糊就好像做梦 见到两个鬼将他架起上来 飞过很多座山 来到一个看上来 好像衙门的庙门口 两个鬼就将他推进去 哼 进去了 这个时候他才明白 自己已经死亡 来了阴间 心里非常难过奥路 担心母亲过度伤心 在等候的时候 看到一个写字的管长先生 就和他吐架情 我犯了什么罪 你现在已经是死了的鬼了 要由炎王来问安 我能够转身吗 我不知道 过完堂 你自然就明白了 那请问 民间仲经招魂这件事 究竟是真是假 有没有用的 这件事不是假的 阴间确实有这样的事 你看一下墙上的木板 这些板子上面的名 就是刚刚死了无奈提到这里的 让他后人来仲经超渡 如果过的日子太久 就不容易往外提的了 无奈那两个鬼 将他推进一座殿 在殿里面黑蒙蒙的 你是黄福亭 你知道吗 你已经死了了 现在轮到你转身了 转身 都不知道转到哪里去 一旦转身 上回家都回不了了 母亲不会挂着我吗 我有罪吗 我今生都没做坏事 才刚刚要学好 你没罪 但是受限有定数 不能够正是医理 我在世的时候 听说纵经能够增受 我的经白纵了吗 在我舅父死的时候 我都很怕死 当时有人送高皇观世音经 还说 纵一千片可以免灾不死 于是我请了一本 用两天一夜的时间 将一千片种圆 纵经没有百种 你在十七岁就应该死了 和你争了五年寿 到今天二十二岁 你这个不是纵经的功德吗 既然纵经有好处 如果你放我回去的话 我再继续纵经 我每日纵十片金刚经 闫王听过他的话 就答应了 于是就命令两个鬼差 将他送回去 在路上走得很快 还是原来的路 入了大门之后 听母亲哭得很哀痛 他的尸首就摊在坑上面 那两个鬼差 将他送到原来的尸首前面 从后面一推 你还阳了 这个时候 他好像发了个梦一样 回头看看外面 已经日上三干了